老公 怎么了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件事啊 商量什么事啊 把你老妈送去养老院吧 啊 你说什么 我说把你老妈送去养老院 为什么呀 这就挺好的 好吗 我现在又要照顾两个孩子是不是 你妈生活也不能这里 我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她 还要给她换洗衣服啊 擦身上啊 我觉得我真的好累啊 我受不了了 哎呀 你是我老婆 那你就多辛苦一点嘛 是吧 我有时间我也做了呀 这些事情 我是在忙工作 是在赚钱嘛 可是我觉得 我做的这些比你工作还要累呢 又照顾两个孩子 又要照顾你妈 还不如把她送去养老院 我闲下来的时候 我也照顾了呀 是吧 你帮我照顾只是小部分而已呀 小部分 对啊 我也在照顾的呀 她身上都是我插的 你照顾哪了 你天天就就工作工作工作的 谢谢你妈 我知道你辛苦 但是我工作啊 我真的得花时间 我不花时间做自己工作的话 我们生活都很难啊知道吧 本来带两个孩子就已经很累了 还要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 哎呀 我真的真的受不了了 你这养儿防老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儿子老大了就可以给他养老是吧 你看现在 现在我就是我养他的时候 这时候你 把他送去养老院 你这怎么能行啊 那收拘器 让别人 怎么收我们家 去养老院 人家有 专业的人照顾 比我还好呢 你为什么就不能送去呢 专业 那有啥专业的啊 我告诉你 这里面是很受罪的 哪受罪了 而且里面有同年龄的人 可以聊天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养老院的那些服务人员啊 他们态度都是很差的 他们就只想赚工资 完全就没有想到做服务 做服务态度很差 做的也很差的 看神吧 我做时间长了 我跟你说我还不如他们呢 啊 而且去养老院 那个费用也很高的 一起一个月就五六千块钱了 一天想你两百的 啊 是不是我在努力的挣钱 一天也就 啊 一两百块钱 我求你了行不行 我真的受不了了 啊 每次一给他 穿尿片啊 啊 还要抱他起来 擦身上啊 我真的特别累特别累 然后小孩子又烦我 我真的受不了这样子的生活了 再这样下去我要崩溃的 你就辛苦辛苦一点啊 是吧 你嫁来给我呢 你就 就做这点事情 我也没有让你工作 你 我宁愿工作 我就让你带娃啊 带 做点家务 然后照顾一点我妈阿姨嘛 我宁愿工作啊 工作都比这个好啊 这个一天二十四小时 不是照顾老人就是照顾小孩 我都用力倒了 我告诉你 我俩 我俩 就算我俩都上班的话 把我妈送去养老院 我告诉你 我俩的工资 可能都刚好养老院的那个费用啊 那也可以 我我愿意去上班 我也不愿意照顾了 那我们要挣钱要生活了嘛 啊你你就工作 钱都全部给养老院了 你还生啥活啊 那至少我轻松一点 那生活费都没有了 轻松有什么用啊 要的是能生活啊 我妈在这里挺好的 我觉得是我妈嘛 在我身边我觉得就 显得我很孝顺 不然我不孝顺了 把他送去养老院 送去养老院怎么就不孝顺了 一个月花那么多钱 我把他送去养老院 我这个做儿子的有什么用啊 我感觉我都没用 怎么没有用啊 没有钱也尽量养老院啊 就是废的那个 废的废儿子了 我这个儿子啊 包括剩下来也不养他的话 别人怎么说啊 怎么不养嘛 拿钱给养老院也是养啊 但要是能动还好 现在还动不了了 你就辛苦一点啊 我收够了 我们的困难呢 会熬过去的嘛 等我等我工作多挣一点钱了之后呢 我就拿钱请一个保姆回来照顾他 行吗 到时候你就不用照顾了 请一个保姆 还不如送去养老院 那不一样的啊 我不能送去养老院的 就算我要请人回来照顾我 我也不能送去养老院 那你赶紧请一个吧 我真的是一天都受不了啊 可是我现在收入 顶不敢请人了是吧 我心得很一天天的 啥恶心啊 你说这话就不好听了啊 那本来就是啊 又要给他擦屁股啥的 那不恶心吗 那老人嘛 就这些事是很正常啊 是吧 你就把他当做小孩一样的 反正我受不了了啊 你要么送去养老院 要么请个保姆 请个保姆 人家都不愿意干了啊 那么辛苦 哎呀 你就别 不要想着把送去养老院了 我是不会把他送去养老院了 不然我这个儿子有什么用啊